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练习题 第一题是用适当的形式来填空 我们来看一下给了这些单词 第一个是やめます 第二个是上手です 第三个是ありません 那么这个我们给的都是礼貌题 这个题目是用适当的形式来填空 我们根据下面这些题大家自己来选一个词 并且将它变成这个相应的适当形式 好,来看一下第一题怎么填 大家自己考虑一下 怎么填的呀 选第几个词 对,この絵はとても上手 とても上手だ とても上手だと思います 就是我认为这个画画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画画的非常好 那と思います前面要接的是简体 所以的话呢,上手です です简体是大 你吧,看第二题 第二天呢是什么呢? 对,很好 止める 因为呢 と言いました 前面要接简体 那森さんは今日から煙草を止めます 我们给的是止めます 说要戒烟 森さん今天要戒烟 但是呢 と言いました是说了什么 前面接简体的话 止めます的简体是止める 森さん说今天开始要戒烟了 はい,次三番 那么三番呢 毫无疑问只能选择 ありません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 适当形式填什么呢 看一下题 はい,彼女は留学したことがない 因为ありません的简体呢 是ない 留学したこと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然后呢 说他呢 没有留过学 留学したことがない 他ことがない 这个句型 大家记得吧 他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他ことがない 表示没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经验 就是说我觉得呢 他没有留过学 はい,次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翻译啊 那我们今天的翻译呢 他有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用简体啊 就是句子呢 是简体 我们看第一个说 我想小李不来了 我想小李应该是不来了 好 然后那么 首先呢 我想是不是 ともいます 对不对 那么简体就是 と思う 小李来是 对来是 くる 不来呢 不来 对 こない 他这个地方只能用 是因为 ともいます 前面要接简体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句子变成了 李さんが来ないと思う 李さんが来ないと思う 啊 下面说 林木说要去参加晚会 啊 重点是林木说 啊 说要去参加晚会 说呢 是我们本科学过的事 对 と言う と言いました と言った 那么 呃 说的内容 是不要用简体 对吧 参加晚会 怎么说呀 party party に行く 对 好 所以呢 鈴木さんは party に行く と言った 鈴木さんは party に行く と言った 啊 就是说 鈴木さん呢 说要去party 啊 はい 次 三番 为什么要迟到 呃 说 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睡懒觉了 啊 好 那 这个好像感觉 说的有点理直气壮 啊 说为什么迟到了 啊 因为睡懒觉了 好那么这个迟到了呢 我们应该怎么表达 迟到了用那个词 对 遅れる啊 迟到这个词的话呢 我们其实有两个啊 迟到的话呢 可以用遅れる 也可以用遅刻する 是吧 这个遅刻 遅刻する啊 然后这两个单词呢 都是迟到了 都可以 然后说 为什么迟到了 为什么怎么讲 对 どうして 啊 好 然后那么 呃 说为什么迟到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今天学过的 嗯 这个句型来说 强调 说为什么迟到了 说因为怎么讲 是不是解释说明 所以呢 用嗯 的词来表达 啊 然后那么问说 为什么迟到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已经迟到了 所以呢 你这个迟到 这个动词 是不是应该变成过去式 对不对啊 而且的话呢 嗯 的词前面接续还记得不 嗯 的词接续是简体答辩 那 所以你要接 简体过去式啊 好 然后第二个说 因为睡觉了啊 回答说因为睡懒觉了 睡懒觉是 寝坊 或者朝寝坊 都可以啊 寝坊する 寝坊した 寝坊する 然后或者说 朝寝坊する啊 都可以 那么睡懒觉 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所以还是要接简体过去式 好 那么这个句子变成 どうして 遅刻したんですか 好 那么这个句子啊 我们要求呢 说翻译的时候 用简体的话 大家看 原本我们应该说 遅刻したんですか 然后它的简体 this的简体 是不是应该是 答 对不对 然后但是答完了之后 后面呢 是不能够直接接咖的 就是疑问句当中啊 如果这个疑问的前面 是一个简体 是一个简体 答的情况下呢 然后那么这个答呢 就这个 就是说这个咖呢 就不能直接接在 这个答的 呃 这个后面 那怎么办 这个咖呢 是不是用问号来代替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 李茂提和简体 对应的句子当中 如果它是一个简体疑问句 这个简体是答的情况下 这个咖是不要的 直接把咖变一个问号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说 どうして遅刻したんだ どうして遅刻したんだ 但是一般不能说什么 どうして遅刻したんだか 这样的表达没有啊 然后呢 下面呢 他就说 ちょっと寝坊したんです 好 那么同样的简体 です说要变成的啊 然后说 ちょっと寝坊したんだ 啊 我稍微睡了一下 懒觉啊 好 然后那么呃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翻译的部分啊 是用简体 我们把整个呢 用うんです 用讲句型 就是うんです 所以在变成简体的话 是大的形式 大丈夫ですね 明白了吧 啊 はい 練習問題は ここまでにして 我们的这个練習题呢 就到这 啊 はい 疲れ様でした